基隆市首间结合积木游戏区与海港文化特色的主题餐厅 乐寺 位于扬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四楼 店门口摆放衣服用六万块积木拼出的画作 齐峰乐寺 以找齐序传下水时机大于齐的文化为创作概念 展现基隆的丰富物资 也象征基隆在众人齐立下繁盛丰收 很高兴来到我们扬明艺术基金会的四楼 来参加乐寺餐厅的开幕 这个是我们阿杰理事长在地方创生上的进一步的突破 可以结合更多亲子跟家庭的游客 跟我们基隆在地的文创 以及一个地方的美食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 那也符合我们现在打造友爱城市的方向 乐寺咖啡会取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在阳明的四楼 提供一个快乐的餐饮空间 我们的空间设计主要以海港天际线 就是桥式起重机跟吊锁为意象 然后呢我们的店里就会有设计了 三个主题码头 有艺术码头有餐饮码头还有一个亲子码头 还有废弃的T恤 将多年在海港生活的内心世界以画笔具象 并使用漂流木 干燥植物 废弃物等素材 融入画作中或制作成一品摆件 餐饮方面乐寺聘请生态饮食厨师设计餐点 以海港式世界文化汇集地的概念设计出 吃在地 吃历史 吃文化的永续餐饮风格 我们用在地食材设计一个很特别的点心 就是鬼头刀蛋糕 我们用鬼头刀的鱼松来做它的馅料 同时再配上我们在地的海藻叫做石纯 代表我们的店的特色 也代表了基隆 请基睦专业的老师 帮我们设计了一款独家的基隆地标基睦 透过回乡青年们的力量 以永续发展为核心的时代 由地方创生结合生态饮食 加入亲子休闲的元素 希望能打造在地特色而能永续经营 高明记者 郭婷琦 张仁豪 基隆士人爱区采访报道